为什么要读诵呢 读诵是天天跟佛菩萨接触 像基督教里面讲的跟神交通 我们读诵就是跟祝佛菩萨沟通 跟祝佛菩萨往来 展开经历 我们言对的经文 我们的心灵就跟佛菩萨感应大交 时时刻刻不离开佛菩萨 读诵的效果真的达到了 那一般读诵的读诵的人 为什么没有效果呢 有口无心 口里面虽然诵心 心里头大妄想 口里有福心里没有福 不起感应大交作用 所以你在日常生活 齐心动命 依然随顺烦恼吸气 造作罪业 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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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利益 你是一毫一分都得不到 你心不清净 这个里面 根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讲经常常提醒同学 自私自利 这个是所有烦恼的梗 所有罪孽的梗 我们要把它拔掉 要向夜神学习 就是把心量脱开 齐心动念 不要向自己 向众生 向佛法 向众生 可怜 众生愚痴 没有人教导他 要向佛法了 正法 常驻世间 正法 常驻世间 不是在寺庙 寺庙再多 也没有 也不是在今天 今天再多 也没有 在什么呢 真正 依教修行的人 这个才是正法 常驻啊 依照佛法修行的人 多了 佛法就行了 今天佛法 为什么衰微到这种程度 真正 依照 经教修行的人 没有了 念经的人多 理解经的人少 理解经的人还有 一教奉行的 没有了 经不起诱惑 到什么时候 五一六成 摆在你面前 你的心 六根 接触他 心里都 如如不动 你的功夫 才得了 如果你还会动心 你还会起心动念 你就造业了 终于书 中原念佛 也不能往生 这就是 黎兵南老 就是常讲 一万个念佛 一万个念佛人 真的能往生 一两个而已 什么原因呢 古道德讲得好 口念 弥陀 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枉然 这一句话讲得好 一句话典型我们 念佛的目的在哪里 弥陀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为了这个 为了心不散乱 这个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一心不乱是定 心不颠倒是会 所以这一句名号啊 定会奔学 一心不乱是自己心有主宰 六根对一切境界 辱辱不动 这是念佛功夫 有了功夫了 心不散乱是寥寥分明 绝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 这叫念佛功夫 大到这个功夫 尽忠一面常讲呢 功夫成片 你能到这个功夫 你肯定往生 你自己有把握 功夫好的人呢 可以自在往生 生死自在 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想在这个世间 再多住几年 绝不是贪图享受 那要讲享受 这个世界怎么能跟极乐世界相比 住在世间的理由 灵敏这个世界呢 迷惑颠倒众生 要帮助他破灭开我 住在世间是为这个 不是为自己啊 有所谓的 不认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